晚上好 晚上好 這裡是Wendy 好久不見 明天我們一起來讀一本新的書 名字叫做 中美香 語 大國外交 語腕 清 心 帥 17 8 4 19 11 這本書的作者是王遠重 他是一位歷史學家專攻監視中國和東亞外交史 我發現裡面這個表還是蠻有意思的 不知道你們感不感興趣 可以下次專門來讀一讀 這個是清代中國年號列表 從這個天命天聰直到宣通 也就是從1616年至1911年 然後這邊對應的有中國清朝時期美國的總統列表 是從這個1789年 到1913年 到1913年 這裡面好多名字感覺對我來說都挺陌生的 還有 華盛頓 華盛頓 這些還是比較有名 這邊 林肯 林肯也是比較好看不到 這裏 18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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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些公式的列表 那 我們直接來讀這本書 第一章清代中国的外交体系 中西各自的三十年战争与秩序重建 大明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十三日 即一六一八年五月十七日 在东北河图阿拉建立后金政权 两年之久的建州领袖努尔哈赤 正式宣布其大恨、疾病、繁明 因为后金后来改过好为大清 所以这场战争通常叫做明清战争 直到1644年 明朝灭亡和清卷入关为止 大了差不多三十年 明清战争爆发之时 在明朝看来 属于东北建州部落的女真人造反 是一场内乱 所以明朝组织和树国、朝鲜 和树部、耶和等力量联合命军希望镇压 随着战事的推进 明朝部队在萨尔湖等战斗中 戒迁迁连连 尽州和山阳等重镇 陆续陷落地上 1636年 后金大汉黄太极在山阳城地 建号崇德 改过好大清 进一步同明朝争夺天下 戒于同年同政府朝鲜 并将其纳为大清书国 实力直撞 1644年下 离子城起义军攻占北京城 重镇地自已于眉山 明朝土崩瓦解 多尔滚趁机率军南下 联合守卫山海关的吴三桂 祭拜了离子城部 战领兵 并遷渡北京 开始了大清王朝对中国的同志 就在努尔阿赤起兵 繁明 六天后的1618年5月23日 愿在欧洲的神圣罗马帝国的 祝后国 波西米亚的首都布拉格 也发生了一件造反的大事 当日早上 一批备受信任国王 菲蒂南三二世 压迫的新教徒 冲进布拉格城堡的会议厅 将国王派的两名钦差和一名秘书 从三楼窗户扔了出去 这就是出名的布拉格直窗事件 这三人从差不多21米高的地方 搁到了费料队上 捐了调命 藏皇跑回找听回报布拉格的盼文 菲蒂南二世马上开始了镇压行动 内战爆发 此年 菲蒂南二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波西米亚的内战 最迅速蔓延到了欧洲很多国家 包括奥地利 法国 丹麦 瑞典 荷兰 等等 演变为一场国际战争 一直到1648年为止 达了整整30年 即著名的30年战争 1648年 中国在威斯特法利亚地区签订了一系列条约 结束了30年战争 也同步结束了西班牙与荷兰之间自1568年爆发的80年战争 这些条约统称为斯特法利亚条约 其最重要的遗战就是以条约的形式确立了欧洲诸国拥有彼此平等而独立的主权和领土 天定了主权国家体系 成为欧美国际法的一个中心原则 同样 在17世纪初期的这30年里 英国开始在北美洲积极建立殖民地 1492年 戈伦布在西班牙往事支持下越过大西洋抵达美洲 两年后的1494年 西班牙与葡萄牙这两个海洋强国 在教皇亚历山大流失的调节下 潜入了多尔德西里亚斯条约 以佛德教一系370厘格 也就是格林尼之体系内的西津 46度左右的境线为紫武线 来将新的世界领土一分为二 这条交皇紫武线 一系的新领土归西班牙 一栋的归葡萄牙 西班牙由此获得了殖民美洲大陆的优势 但是英国、法国、荷兰、瑞典等新决籍的国家 却不承认此中瓜分 纷纷参与到殖民新大陆的行列中去 1607年5月 英国在早就于1584年 开始着手经营的北美弗吉尼亚 目标殖民地区内建立了第一个永久殖民点 詹姆斯顿 1619年即明清战争和三十年战争 已经分别在中国和欧洲大象之时 第一批有档案记载的非洲奴隶 被运送到詹姆斯顿附近 开始了在这一海岸 英国在北美的第二个永久殖民地区内 五月花号的乘客在登陆以前 有41名男子结束了一份公民协约 其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 Mayflower Compact 确立了以法自治的原则 对日后美国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影响深渊 到明清战争和三十年战争双双结束的1648年 英国 荷兰与瑞典等几个新型的欧洲势力 已在北美洲大西洋一侧的东北地区 从马萨诸塞到弗吉尼亚 建立了八个殖民地 英国占了六个 奠定了新英格兰的领土 政治 社会和宗教文化基础 另一个迅速崛起的国家法国 此时也已经从北美远处民手中 占领了从魁贝克到武达湖地区的大量土地 在1620年到1640年之间 大约有八万名英格兰清教徒移民到了 从西印度群岛到弗吉尼亚 再到马萨诸塞就已长长的北美洲沿海地区 其中两万多移民到了近年的波士顿海湾地区 也这就是美洲早期殖民地时期的大移民浪潮 对英法等国家而言 一块潜新的土地正在走向其文明的怀抱之中 而这块他们眼中的新大陆也孕育着一个新的国家 即1776年开始走向独立的美国 从1618年到1618年这30年 中国和西方诸国都各自处于一场帝国之内的巨大战争中 战争都指向帝国内部政治秩序和外部国际秩序的冲建 然而冲建的原则截然不斗 1648年的威斯特·范利亚条约 对神圣罗马帝国、欧洲楚国、罗马教皇 以及思考欧美国际法和国际秩序而言 都具有换时代的意义 主权国家的概念从此是建方性 并在19世纪伴随着欧洲殖民主义 抵达中国和中国周围的国家 最终于20世纪中后期 彻底确立了在全球国际秩序中的统治地位 在中国 1648年是大清春之五年 在经过差不多30年的战争之后 除了王朝定格之外 其余的内政外交方面 并无根本的变化 一个旧的帝国倒下了 一个新的帝国正在站起来 多少沿袭着中国历代王朝 走马等一样的路数 然而 今朝此后 因各种原因不断的开枪拖拖 最终在18世纪后半期 建成了一个比明朝要广阔许多的多民族同意国家 极其深刻的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更对20世纪中 更对20世纪中华民族的行政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对外体系方面 今朝并没有推行欧洲国家的海外殖民地策略 而是沿袭明朝的做法 与朝鲜 越南 琉球 苏鲁 县罗 南长 缅甸等周边国家 以及荷兰等西洋国家 建立了一道包括操控和跨国贸易在内的 总反操控体系 中国既认为是这一国际秩序的中心 与文明中心 出国都是外贩操控数国 清代中国的这套国际秩序 极大的影响了19世纪以来 东亚 东南亚 河内亚等很多国家的命运 以及地区国际秩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